我們就很快把這個九宮區域 如果加進來的九火梨仔 那這個九個磁場區域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必須來把它看一下 我們剛剛談過的東方是東南方 會變加的產生甚至雙刻的一個衝突性 因為這邊原本就新刻木 用土來生金木來刻土 所以這種雙刻的衝突性就變加了強烈 這邊金金來刻木 所以這個表示木氣被刻得更嚴重 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東北方 原本土土是筆合但木進來了 這也是產生木刻土的一個現象 這裡算是一個小小的不穩定 從穩定的土土彼合產生了這種木刻土的衝突現象 我們再來看這個南方 本來是木生火 我們發現有沒有更加強烈的木木彼合 再來生火 在這邊產生一個旺生的一個態勢 所以南方火氣就會更加強烈旺盛 但是這個旺生 你還要進去討論到 是誰待在這個空間裡面 如果他是比較深弱的 好不好 那就好 如果他是深旺的 剛好以後他可能就是比我命起深旺的人 火氣會不會更旺 那就會產生不好的一個反效果 那如果以這個中間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本來是土土彼合 現在是火生土 所以他就產生一個旺生的一個態勢 所以這也是一個比較整區域 那北方呢 原本是水生木 有沒有產生水生木跟跟木彼合 所以這也是一個相生的一個比合 翔柱 看到一個態勢 我們看到西蘭方 從土比合 那我們發現 一樣是土生基因 這土 這樣產生一個巨生的一個望向 這也是一個比較和順的現象 好 那我們看到西方 西方原本也是金生水 也是一個比較水鄉的態勢 那現在土進來了 有沒有土割水 土生金 那原本是金生水 那現在土割水了 但是不是土生金 哎 關鍵點來了 這個另外有沒有產生所謂的突然效應 土原本要來割金嘛 但土原本要來割水 但是沒有一個金嘛 它會叫仙生萬克 這所謂貪生萬克 所以這邊是有一個叫 我們稱為叫通關效應 所以它呈現是一個 會有一些小小小的變化的一個跡象 好 我們再來看到西蘭方原本是火跟金 但現在水跟火呢 所以它的這個火要來割金的態勢呢 就會不會那麼強烈 而且這個金生水 所以原則再來講 這也是一個小小的 比較不好的衝突呢 就會受到這個水進來 讓這個態勢能產生來轉變 那我們呢 把這個宅命加進來看呢 馬上這個九宮區域呢 磁場深刻旺衰呢 得出不一樣的發展結果來 那這招號是東方跟東南方 仍然還是很嚴重 西北方減輕的 那在原本比較合適呢 東北方也會產生一些快樂的變化 那原本呢 南方跟北方呢 是一個比較好的區間 原來維持一個好的區間 一直到中間 南北中間 都是一個好的發展格局 那我們就趕快 把這個九宮區呢 套用到這個平面土裡面來 怎麼套用呢 我們先由小而大 我們在這個房間裡面 一樣去做 九宮區域的畫分 所以為什麼在畫平面土的時候呢 老師希望呢 你還是要有一點這個比例的概念 像我們在這個比例的概念來講 基本上呢 可能就比較容易失真 所以我們雖然不要說 像在做室內設計 要精準到這個 一分以內 因為我們要設計床 設計櫃子 你沒有把這個尺寸給抓好的話 搞不好 在這個櫃子買來了 它跟床卡住了 放不進去 那就不行 但是我們在做這個 兩載風載的平面設計 當然不用那麼樣的精準 但比例不要都差太大 為什麼 因為你要畫九宮圖 懂嗎 你九宮圖要去區分 九個區間 當我們把這個九個區間 區分下來之後 我們一樣都是東西南北 來對應這個九宮圖 那如果你不是東西南北的話 你就把這個九個區間的集中旺山 就套用到你的格局裡面來 譬如說我們剛才得出了 東南方跟東方算是最關文 那你就在東方 以這個來講不是東就是在這裡嗎 東西南北 懂了嗎 所以東南方跟東方是最關文 包括這個東北方也小小的關文 那比較關文呢 就是南北跟中間 那這個西北方也小小的關文 那這兩個方位呢 也還OK 那就告訴你 你在一個床間裡面 你最重要是要先決定 床夫怎麼排吧 通常在這個空間裡面的話呢 我們現場的反應 你床部可以這樣擺 可不可以 到這方向要擺 床部可以這樣擺 床部也可以這樣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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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有一二三四四個牆面對不對 你的床頭一二三四 都我可以這樣來擺 懂了嗎 那如果你是一個九十七間的方位來講 你決定你的床部 你會把它擺在這裡嗎 不會吧 不會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方位 是東方東南方 這個方位有多少症狀 尤其這個方位 這個方位 搞不好殘花量 就三五四個而已 我問你買到公園小房間 那我現在坐的就是這樣 怎麼樣 擺在床 那不可能 你知道嗎 你還擺個衣櫥 都擺不進去 那什麼 你一開門就一定看到床 因為空間這麼小 懂嗎 所以那個 欸老師我這個開門 不要看到床 我們講拜託的 所以你知道 富貴人家 那個房間一進門就是 長十米寬十米 床可以一直藏到那個小角落去 門一開 還要東張西包 才找不到你床在哪裡 不要白癮 我跟各位小小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去我前月輔家 我就被他們的廁所嚇到 我前月是地方上的有錢人 雖然我們家也有開工廠 小小有錢 但是我們家的廁所 也是跟一般的廁所一樣 都市內生就知道 大概大概一瓶 有進去的話 來聊這個寬度 大概一米二 長度大概一米五 就是一般的廁所的標準尺寸 大概一瓶左右 你知道我前月他在廁所我幫忙 我跟各位報告 寬 我估算 至少有四米五 長 至少有五米 嚇死了 我從那邊趕過 廁所那麼大的 因為他們家有一點就是 廁所超大的 就客廳旁邊的廁所 我會進到廁所 站在那個馬桶上的廁所 他就覺得 好空曠 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個來講 我跟你講 比我們這個娘的 那一個七間 我們這個娘的那個七間 大概可以蓋 起碼三間廁所到四間廁所 他們就是一間廁所 我偏偏人家 世間廁所大 我不知道當初三是怎麼設計的 反正就很大個燈很嚇死 好 其實在裡面不太聊 好 那我們這個 你這個區間裡面 你這個床 不要去在意什麼 看門要不要看到床 小空間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你的床桶擺哪個七間 對你的磁場就好 所以這一面牆 已經不考慮了 那再來呢 有可能是要這樣擺 如果你這樣擺的話 這位子 你基本就不會看到床 懂嗎 有人就想 然後就把床 擺到這個位置來 靠近什麼 靠近北方跟東 就是西北方 這個位置 北方是西北方 這樣擺 可是 這個汁啊 有點不好 這時候不好的話 就要看到 我們下一場就跟跟聊 還有一個樹要進來聊 人的主命樹啊 所以這個是 暫時考慮 然後看 住這個房間裡面的 主命樹是怎麼磁場 那再來的話呢 最好的床位呢 當然就是在這個床位上 是不是 那這個床位呢 可能整個磁場呢 尤其是在中間這個區塊 我們說中間這個區塊 跟西邊跟西南邊這個區塊呢 產生了磁場的影響呢 就會來比較平順 這樣懂得嗎 好 關鍵是 我們還沒把人家進來 把人家進來的話呢 可能就要留到下一集 個在那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都開始慢慢意味到 搞這個磁場 真的很麻煩對不對 果然就是這種歌曲 好了 我們把這個小區間 了解完之後 我們就進一步的來了解 整個的大空間了 我們要把這個整個平 平面格局呢 你一樣要把它區分為 左勾 紅勾 綠色的來畫 好 當然按照的平面比例呢 來稍微區分一下 同時把一樣 搞整個大平面 用九個區域來把它區分了 那一樣 我們得出來了 是 東南方跟東方 是比較不理想的 好 西北方 這個地方 是小小的不理想 小差 好 最有力呢 是 南方 中間跟北方 這三個區間呢 是最好 那剩下的這個 東南方跟西方呢 還不錯 那這個大股的進化 也是一個小差 所以我們在這九個區間裡面呢 我們就大概取出 東方 東南方 東北方 還有西北方 這四個區間呢 比較有磁場不穩定的衝突現象 南方跟北方還有中間呢 這個磁場產生的是一個比較 四歲旺生的局象 然後 西南跟西方呢 算是一個小小的 平和安武的磁場 那我們就在這看 我們發現 這一個房間 剛好落在那裡 東南方 那這時候就要去考量了 我這個房間 我要讓誰來住了 但是人命還要再加進來 主要是要再加進來 那如果呢 那個老師 這個房間就是要人住啊 都不可能靠著 當儲藏室喔 當更衣間喔 那你做這個盡量怎麼樣 盡量喔 這個中間的區域來靠 懂嗎 你就不要盡量靠近 這個區域 懂了嗎 就是說啊 沒辦法 這兩鄉其害 其其輕吧 好 那我們就發現 這個房間呢 在這整個區域裡面 除了靠近南方 也靠近西南方 所以這個房間 是持長變更安穩 那如果你要當主臥室 或是你長期時間 都可以安住在這個房間 我們再來 中間的客廳 我們發現呢 這個地方 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方位 那如果你在客廳裡面呢 想要來看電視啊 或是跟家人聊天呢 那我就不只建議你了 你最好呢 把一些我們常用的電視機啊 大概就擺在這個方位上 然後你座椅的話呢 好 最好就是 朝這個方向來看 懂了嗎 那可能這個靠牆的位置呢 你就幫他擺一些什麼 茶器啊 櫃子啊 或是擺一個山人座的沙發啊 那盡量 少在這個空間呢 待會待著 你就比較不容易受到 這邊 哇 東方埋的這種磁場的干擾影響 那另外呢 我們在看到呢 這邊有一個廚房 在落在西北巴 也是一個比較關於的一個磁場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 可能就盡量叫外賣吧 搞不好去廚房 弄個菜啊 整個洗個菜啊 切個菜啊 沒事很 磁場干擾了 沒事就切到 如果我們在這個廚房裡面呢 覺得呢 好像去做飯啊 去整理這個廚房裡面 都覺得很煩躁 那這個時候比較特別注意 這個磁場已經在對你產生 不好的干擾影響 那就盡量少去 我們最好的磁場 跟不好的磁場呢 就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不好的磁場 不好的區域 你就少去 不要少去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主堂室 啊 啊 或是一些 盡量主要在那邊酒呆 叫我這成績呢 幫一個師姐看過 他們叫最好的磁場 不在客廳 不在酒貨室 竟然是在餐廳 就靠近 這個廚房 我們旁邊都放一個小餐桌吧 那我就跟他建議說呢 往後 如果你們家有一些事情要討論啊 會不會兒子談談他 之前要怎麼填啊 要跟先生聊一下 你有怎麼樣的一個計畫啊 你想要換工作啊 絕對不要在客廳談 到哪裡談 吃飯的時候再撐住打 懂嗎 搞不好那個磁場比較安穩 你在那邊思考一些事情啊 討論一些事情啊 大家情緒就會比較安 不會過分其妙的就浮照 好 那如果呢 這個客廳 已經產生這種不好的磁場的沖 那應該很簡單吧 少呆 這不就解決了嗎 那不然怎麼樣 反正酒期間 一定要好的磁場 跟不好的磁場期間 那不好的磁場期間怎麼樣 把它通起來嗎 不是這樣子 好 但是我們慢慢要再跟各位聊下去 你要加進你的主命數 然後最終還要加進一個奇門燉甲 透過呢 外在的格局的感色 加上什麼盆栽啊 加上什麼水不香啊 加上一些外在的這種格局 去把它整個磁場 讓它產生貪生萬克的一個好的磁場 不過最後要告訴大家 縱使你去搞 安生萬克 奇門燉甲 它也只是能做到 叫小小磁場的調整改變 如果你真的整個大環境的磁場 已經很不好了 而且受到什麼 外在環境的磁場的干擾 已經很糟糕了 還有加上什麼 臨界磁場的干擾 你這個時候 你怎麼做有點 不是在那邊擺來擺去啦 改來改去啦 那個都 無氣已死 最終只能怎麼樣 開個家 懂嗎 而且呢 在洋展風格裡面呢 比較糟糕的一個現象 流傳了一句很糟糕的話術 叫做 去幫人家看洋展 不敲不改 枉稱大師 誰等一下點改一下 哪裡叫你 Lloyd 我曾經幫人家看過一個餐廳 他那個是他的妹妹 他的女朋友 請我去幫他看 那餐廳呢 他是邊家租土地 自己蓋三寸廟 叫復合式餐廳餐廳 叫三寸廟 他蓋那一棟 大概花了四百萬 然後裡面設施負責金就在花了200元 前後呢 土地物是自己的喔 是豬的喔 當然是硬物就花了200元 結果去看以後我再問一下 那蓋好了 那請我來看 呵呵呵呵 那豬好蓋好了請我來看 有啥用 我看一下就 啊 嗯 喔 欸 我就跟那個 他的那個視野 變成這樣 那你來說他掛牌 他問我老師 你有什麼看法 沒看法 呵呵呵呵 通常聽我講沒看法 你都知道 大事不妙 果然 你知道他開幕前三個月 每個月他已經投資了前後快1000塊 你知道每天的營業有多少嗎 他說他一個月的蓋銷至少要30萬 包括租金嘛 土地嘛 包括他蓋這個 也要付這個貸款 所以 他們都算一算 最少要30萬 啊 營業有不是淨賺喔 你要30萬的資金支出 你的營業有最少要多少 要不要30萬的兩倍 其中30萬就付這一些 耗材嘛 另外30萬 自己怎麼是淨賺 才來付掉這 需要開銷的30萬 一個月要最少60萬的營業 等於一天要多少 加兩塊 對不對 你知道他前三個月 不要說前三個月 但前兩個月 每天的營業不到幾千塊 不到他意見的四分之一 所以要不要虧 要不要虧 就是說他營業有進來的 都不夠負他的 這些食材的基本開銷 然後他叫我去看 他說他已經去看過了 沒什麼好看的 你就來補掛啦 該布施啦 該畫面啦 就盡量做啦 好 結果呢 有一天那個事件 把他問我說 受不了了 虧損累累 所以要找了另外一個大師 去幫他看 把他看過 那個大師呢 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道嗎 那餐廳嘛 在餐廳那個廚房 一定站一樓 知道嗎 當下要求他把餐廳 改到哪裡去 改到二樓 你知道 改到二樓要做什麼 管線要不要從沒過 那要不要做那個 所謂的送菜的升降低 又花了一百萬 結果當下餐廳 改了以後 四個月後 引浪出去 收掉 我再回去看 啊 改成什麼 好 補習班 結束營業 把那個 房子算是 硬子算是 蓋 租給人家房子 補習班 前後省次了 一千五百萬 直到 半 我就笑著跟他講說 啊 病急亂投醫 都已經病入高方了 還去吃那些生技的營養產品 一天兩萬 一百萬把它花下去 當然給他大色的紅包 就給了十包 披薩 一百萬 披薩都沒用 結果遇到這裡 不齊眼的小老師 逛了一間看完 就說 啊 明確 我也在那邊 用了一下餐 也去了 他就去請我吃飯 要請這個餐 我還叫我自己去付錢 懂嗎 沒有給他白吃 你叫他附兒減餐嘛 一個大概一百八兩百 算我這樣付錢 都蓋好了才找我去 搞什麼鬼啊 你土地要住的時候你就要找我去了 蓋了期間平面配置你要來問一下我 那開招了請我去看 看什麼東西 那你看到我不方便跟你講 難聽的話 我就說我沒一圈 找別人去就跟你講 改這個改那個十萬 用花一百萬 啥事都沒用 懂嗎 那這個叫 一個重要的結論 當一個人 戒律很深重的時候 你就很難得善 懂嗎 懂嗎 所以我跟你講你也聽不下去 知道嗎 因為你業力很深重 因為我有看過他的八字 搞什麼鬼啊 老師一千多要去搞這個餐廳嗎 在家裡好好休養生息 先千多沒地方 所以 算是個小有良心的小老師 那我們只能這樣子 所以如果要上我的課 看我的影片 來接受佛黨服務 恭喜你了 你已經要走出你業力深重 慢慢的可以 漸漸來接受到一些 善餘對你的影響 如果找不到我的話 那我只能講 業力深重 那就很知道 確保隨緣 佛杜 人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先聊到這裡 我們下課呢 再來跟各位呢 好 把主命術 加下來談 那如果呢 你回去很認真的 把你家的提片組畫一畫的話呢 我們下禮拜再來談你家的提片組 好 那記得 把那個方位量一下 指南針兩可以 你的手機如果比較高級 你一流Toroid的話 用手機的那個輪盤 去APP下檔一下 用手機的輪盤 你可以 或是要找出 五次東南西北八個方面 金本磁場 方便這樣就可以了 那對面組畫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下個休息了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